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这节课继续介绍推荐系统长指标的方法 上节课内容是召回 通过改进召回模型和添加新的召回模型来提升推荐系统的指标 这节课内容是排序模型,包括粗排和金排 改进排序模型当然也可以长指标 这节课内容比较多,分成五个部分讲 分别是金排模型的改进,粗排模型的改进 用户行为序列建模,在线学习,还有老汤模型 这节课的第一部分,金排模型的改进 推荐系统的金排模型大多长这个样 最下面是模型的输入,可以分为离散特征和连续特征 把离散特征输入到这个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用embedding层把离散特征映射到数值向量 把得到的数值向量全都拼接起来,得到一个几千维的向量 再经过几个全连接层,得到上面绿色的向量 大小是几百维 把连续特征输入到另一个全连接网络 全连接网络的输出是上面蓝色的向量 连续特征不多也就几百个 也就是说蓝色神经网络的输入是个几百维的向量 蓝色神经网络的输出也是个几百维的向量 由于算力的限制,下面这两个全连接网络不会很大 用CPU推理的话,算力不够 那么全连接网络必须得很小,通常只有一两层 用GPU推理的话,算力大一些 全连接网络可以有三到六层 把绿色和蓝色的向量做concatenation 作为更上层网络的输入 下面这两个神经网络叫做基座 把原始特征映射到数值向量 绿色和蓝色向量做concatenation之后 同时输入到多个全连接网络 这些全连接网络通常只有两层 这些神经网络的输出都是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 作为各种目标的预估 比如预估点击率,点赞率,转发率,评论率 金牌模型下面的基座和上面的多目标预估 都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点 下面要讲 先看一下基座 它的输入包括离散特征和连续数值特征 基座的输出是一个向量 也就是蓝色和绿色向量的concatenation 这个向量作为多目标预估的输入 基座的一个改进点是加宽加深 道理是这样的 金牌模型的全连接网络不够大 通常会underfit 推荐系统的参数量很大 有几千亿甚至万亿 但99%以上的参数都在embedding层 实际上全连接网络的参数量都很小 数据量太大 但是全连接网络不够大 所以全连接网络加宽加深可以让预测变得更准 但是加宽加深会让计算量加大 这就有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了 工业界实际上用的模型基座也就是1到6层 取决于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工程架构水平怎么样 如果算力比较强 而且工程架构比较先进 那么基座可以大一些 比如6个全连接层 否则基座会很小 只有一两层 基座的第二个改进点是做自动的特征交叉 比如用bilinear和LHUC 前面的课都讲过 特征交叉实际用起来确实可以张指标 第三个改进点是特征工程 比如添加统计特征 多摩滩内容特征 这需要算法工程师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特征 判断哪些特征对预估有用 哪些特征可以做交叉 刚才讲了如何改进下面的基座部分 接下来要讲对上面多目标预估的改进 模型上层把基座输出的向量作为输入 同时预估点击率等多个目标 第一个改进方法是增加新的预估目标 预估的目标数量最初只有几个 之后会增加到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更多 最最标准的目标有点击率 点赞率 收藏率 转发率 评论率 关注率 玩播率这些 还可以寻找更多的目标 比如进入评论区 给其他用户写的评论点赞 等等 预估新的目标之后 把新的目标加入到融合公式里面 也就是说 排序的时候会用到这些新的目标 算法工程师会寻找跟用户兴趣相关的目标 添加这样的目标可以提升留存等指标 多目标预估的第二个改进点 是使用MMOE、PLE这样的模型结构 这些结构可能有效 有些公司这么做了 涨了指标 但根据我的经验 很多人都试过MMOE和PLE 都没有收益 你可以试试 但如果无效的话 不要感到惊讶 多目标预估的第三个改进点 是纠正position bias 这也叫de-bias 可以参考下面的YouTube论文 这种de-bias的方法可能有效 但无效的可能性更大 我在前次观察到数据 有很强的position bias 照理说de-bias应该有效 很多同事前赴后继地做各种de-bias 但直到我走也没见到一个成功的 前面讨论了很多金牌模型的改进方法 其中有些方法可以用于粗牌 比如自动特征交叉 人工特征工程 还有增加新的预估目标 接下来我要讨论一些专门针对粗牌的优化 粗牌模型跟金牌模型很像 但是粗牌的打分量比金牌大了十倍 比方说金牌模型打分量是500 粗牌是5000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漏斗 由于打分量大了十倍 那么单个物品的计算量就要相应的减少十倍 避免现场推理消耗太大的算力 粗牌不需要跟金牌一样准确 所以粗牌可以用简单的模型 比如上杰克介绍过的多向量双塔模型 同时预估点击率等多个目标 也可以用更复杂一些的模型 效果会更好 工业界比较成功的是三塔模型 可以看下面的参考文献 三塔模型效果好 但是工程实现难度比较大 除了改进粗牌的模型结构 还可以通过粗金牌一致性建模来提升指标 原理是蒸馏金牌模型来训练粗牌模型 让粗牌的分数和序与金牌更一致 第一种蒸馏方法是pointwise蒸馏 设Y是用户真实的行为 设P是金牌模型做的预估 用Y和P的均指作为粗牌拟合的目标 如果不做蒸馏 训练的时候会直接用Y作为目标 用Y和P的均指 实际的效果会比只用Y更好 举个例子 对于点击率目标 用户实际有点击物品 那么Y就等于1 金牌模型做了预估 预测用户点击物品的概率 P等于0.6 对Y和P取平均得到0.8 作为粗牌模型拟合的点击率目标 刚才讲了Point-wise蒸馏 其实还可以做Pair-wise或者List-wise蒸馏 给定K个候选物品 按照金牌预估的某个目标做排序 比如根据金牌预估的点击率做排序 做Learning-to-rank训练粗排模型 让粗排模型拟合物品的序 注意 Learning-to-rank拟合的是金牌模型 给物品排的序 而不是具体预估的点击率数值 举个例子 对于物品I和J 金牌模型预估的点击率 满足PI大于PJ 也就是说 金牌模型认为用户更有可能点击物品I 而不是点击物品J 那么Learning-to-rank 就会鼓励出排模型预估的点击率Q 也满足序关系 QI大于QJ 如果不满足的话会有惩罚 Learning-to-rank通常会使用 Pairwise Logistic Loss作为损失函数 具体细节网上搜索就能找到 我就不讲了 粗金牌一致性建模 可以提升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 效果很显著 做简单的Point-wise蒸馏 就有不错的效果了 大厂会用更复杂的Pairwise和Listwise蒸馏 用金牌蒸馏粗排也有缺点 推荐系统的数据流 特征服务 模型推理 很多地方都可能出bug甚至挂掉 一旦出了问题 金牌做的预估就不准了 有时候只是些小问题 比如金牌的某个特征服务出错了 指标会缓慢下降 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到 在找到bug之前 金牌的预估有问题 做蒸馏的话会污染粗排的训练数据 让粗排也逐渐变差 也就是说 做粗金牌一致性建模 金牌一旦出问题 就会污染粗排的训练数据 损害粗排的效果 而且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到 前面讲了对金牌模型和粗排模型的一些改进 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用户行为序列建模 在排序模型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 长指标会越来越难 这时候 长指标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用户行为序列建模 简单复习一下用户行为序列 这些是用户最近交互过的N个物品 叫做LastN 对物品的ID做embedding 把N个物品ID映射成N个向量 最后对向量取平均得到一个向量 上面这一个向量可以作为用户的一种特征 表示用户曾经对什么样的物品感兴趣 最简单的用户行为序列建模的方法是对物品向量取平均 作为一种用户特征 更先进一点的方法是用注意力机制 对物品向量做加权平均 这种方法叫做DIN 录文在2018年发表 现在工业界都在沿着SIM的方向发展 SIM先用LAM等属性筛选物品 然后再用定对物品向量做加权平均 我们来讨论一下改进用户行为序列建模的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增加序列长度 这样可以让预测更准确 但是会增加计算成本和推理时间 增加序列长度最大的难点还是工程架构 工程架构弱的话做不到长序列 现在长序列建模做得最好的是快手 他们做超长序列建模 可以使用100多万个物品 几乎能覆盖用户历史上的全部行为 想做到超长序列其实非常难 我熟悉的某家公司序列长度只能做到1000 再大的话工程性能扛不住 其实算法原理大家都知道 序列长度能做到很大 靠的还是工程架构 第二个改进方向是做筛选 目的是要降低序列长度 不可能把100万个物品向量全都输入到注意力层 否则计算量会大的不切实际 最简单的筛选方法就是用类目 以前讲过 除了类目之外 还可以用物品向量的聚类 效果也很好 我具体讲一下 具体要这么做 离线用多模态神经网络提取物品内容特征 将物品内容表征为向量 具体会用Bert或者Clip这样的模型提取内容特征 在离线提取内容特征之后 将物品向量具为1000类 每一个物品都有一个具类序号 具类通常是用层次具类 在线上做排序的时候 假设用户行为序列有N等于100万个物品 某个候选物品的具类序号是70 我们对100万个物品做筛选 只保留具类序号为70的物品 这样做筛选 用户行为序列中的100万个物品 只有几千个被保留下来 线上同时会有好几种方法做筛选 包括候选物品的类目 还有刚讲的向量具类 几种方法筛选出的结果取个并级 会得到几千或者一万多个物品 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筛选 让物品数量再降低一个数量级 然后再输入到注意力层 第三个改进点 对用户行为序列中的物品 使用ID以外的一些特征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物品的ID做embedding 作为物品的向量表征 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些别的物品特征 效果会更好 但是不能加太多 不然线上推理的时候 通信和计算都会出问题 概括一下 现在工业界做用户行为序列建模 都是沿着SIM的方向在走 先尽量用更长的用户行为序列 现在业界最先进的水平 可以让用户行为序列长度超过100万 当然不可能把100万个物品全都作为定的输入 不然计算量肯定扛不住 需要根据类目还有向量具类去做快速的筛选 把序列长度降低几个数量级 降低到几千或者一万这个量级 然后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筛选 让序列长度变得更短 最后把筛选的物品输入定 对物品项量作家全平均 前面我讲了金牌模型 粗牌模型 还有用户行为序列 接下来我要讲在线学习 我在以前的课上讲过 模型训练的方式分为全量更新和增量更新 增量更新就是我说的在线学习 online learning 在昨天凌晨的时候 用前天积累的数据训练模型 模型不是随机数实化的 而是基于前天凌晨训练好的checkpoint继续训练 要把前天的数据做random shuffle打乱 然后做随机气度下降 只训练one epoch 也就是说每条数据只过一遍 昨天凌晨做好全量训练之后 就要基于这个模型 做分钟级别的增量更新 也就是online learning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凌晨 不间断做online learning 隔一段时间发布一次模型 拿最新发布的模型在线上做推理 昨天又积累了一天的数据 到了今天凌晨 又该做一次全量更新 今天凌晨的全量更新 是基于昨天凌晨全量训练处的模型 而不是用下面增量训练处的模型 在完成这次全量训练之后 下面增量训练处的模型就可以扔掉了 然后基于今天凌晨全量训练处的模型 再做分钟级别的增量更新 从今天凌晨到明天凌晨 不停做online learning 每隔一段时间发布一次模型 在线学习对推进系统指标的提升非常大 但是它会消耗更多的算力 我们来分析一下在线学习额外消耗的算力 为什么需要额外的算力呢 原本每天只需要在凌晨的时候做一次全量更新 现在既需要在凌晨的时候做全量更新 也需要全天不停地做增量更新 所以需要额外的算力 假设在线学习需要用1万CPU Core的额外算力 去增量更新一个锦牌模型 那么整个推进系统一共需要多少额外的算力 给在线学习呢 如果不做AB测试 整个推进系统多花费1万CPU Core就够了 但是为了做AB测试 线上会同时运行好几个不同的模型 每个模型都需要做在线学习 全年24小时计算梯度更新模型 如果线上有M个模型 则需要M套在线学习的机器 也就是说如果线上有4个模型 就需要4万CPU Core的额外算力 线上有M个模型 并非全都是给测试新模型用的 M个模型中有一个是holdout 一个是推全的模型 剩余M-2个才是AB测试的新模型 如果你不理解 可以回头看一下AB测试呢杰克 在前面AB测试的课程中 我讲过推荐系统流量的划分 用10%的用户作为holdout 90%的用户用于AB测试 以金牌为例 假设线上有两组实验 分别测试新模型1和新模型2 与推全的模型做对比 推全的模型可能与holdout组的模型相同 但也有可能不同 在多数的情况下 推全的模型会比holdout的模型 要新几个版本 在这个例子中 线上一共有4个金牌模型 分别是holdout 推全模型 新模型1和新模型2 线上有4个金牌模型 那么就需要4套在线学习的资源 换句话说 如果公司一共给了4套在线学习的资源 那么线上只能同时测试两个新模型 想看7日留存 模型必须在线上跑至少7天 想看30日留存 模型必须在线上跑至少30天 同样的道理 照回和粗牌也需要做在线学习 每个模型都需要一套计算资源 但好在照回和粗牌的模型小 在线学习消耗的资源没有金牌那么多 总结一下在线学习消耗的资源 线上有m个模型 其中一个是holdout 一个是推全的模型 剩余m-2个是正在测试的新模型 每套在线学习的机器成本都很大 公司不可能给太多资源做在线学习 因此m的数量很小 以某家公司为例 m的数量是6 每套机器成本折合以1,000CPU Core 一共有6套机器 那么线上就只能同时测试4个模型 开发迪代的效率很低 在线学习对指标的提升很大 但是会让后续开发迪代的效率大幅降低 最好在模型相对成熟之后 再考虑在线学习 过早上在线学习 很容易把模型锁死在较弱的版本 后续迪代会很慢 这节课内容是通过排序模型 来提升推荐系统的指标 前面讲了金牌模型 粗排模型 用户行为序列建模 还有在线学习 都可以提升推荐系统的指标 最后讲讲老汤模型的问题 这是算法工程师 遇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新模型很难超过老模型 开发迪代效率会很低 老汤模型是如何产生的呢 不论做不做在线学习 我们每天都会用新产生的数据 对模型做One Epoch的训练更新 久而久之 老模型训练得非常好 很难被超过 毕竟老模型建的太多了 经验丰富 知识水平非常高 算法工程师需要设计新的模型结构 添加新的特征 对模型改进之后 需要做重新的训练 希望比老模型更好 但是由于老汤模型太强了 新模型很难追平老模型 这样模型迭代升级非常困难 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明明知道老模型的用户行为序列建模那里有一个bug 我们把bug修了 追了100天的数据 可还是比老模型差一些 老汤模型主要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 如何快速判断新模型结构是否优于老模型 新的模型结构可能更好 但是一直追不上老模型 我们就无从得知新模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否值得再继续训练几十天 如果我们确信新的模型更好 就要一直训练下去 迟早有一天能追上老模型 但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就只能放弃 毕竟训练模型的资源有限 我们希望有办法能快速判断 新模型结构是否比老模型结构更优 只要得出结论就行 并不需要真的追平或者超过老模型 第二个问题 是如何才能更快地追平和超过线上的老模型 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要难很多 训练新模型只用几十天的数据 而线上的老模型已经训练了上百天 数据量上存在巨大差距 哪怕新模型的确更好 想追平老模型也需要很久 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何快速判断新模型结构是否优于老模型 具体这样做 对于新老模型结构都随机初始化全连阶层 embedding层可以是随机初始化的 也可以附用老模型已经训练好的参数 这样处理全连阶层和embedding层 新老模型的区别只是模型结构而已 老模型并没有训练更久的优势 新老模型可以公平对比 在做完公平的初始化之后 我们用n天的数据同时训练新老模型 做公平对比 n很小也就是10天左右 因此这个对比实验很快 做完公平的对比 如果新模型显著优于老模型 我们就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新模型很有可能更优 这样我们就比较有把握了 可以继续训练新模型 有希望能追平和超过老模型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我们做了公平的实验对比 只是判断新老模型谁的结构更好 而非真正追平线上的老模型 只用10天的数据训练新模型 不可能追平持续训练上百天的老模型 老汤模型带来的第二个问题 如何能快速追平线上的老模型 假设我们已经得出了初步结论 认为新模型结构很可能更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持续训练模型 希望能早日追平老模型 这需要很多技巧 否则追得很慢 毕竟老模型每天也在训练再更新 第一个加速的方法 是尽可能多服用老模型 训练好的embedding层 避免随机初始化embedding层 embedding层是对用户物品兴趣点的记忆 比全联阶层学得慢 全联阶层初始化没有关系 但是embedding层最好要避免随机初始化 不然很难追平老模型 第二个加速的方法 就是用老模型做teacher 蒸馏新模型 用户真实的行为即做y 老模型的预测即做p 用y和p的均指 作为训练新模型的目标 在训练新模型的初期做蒸馏 可以大幅加速收敛 让新模型追得更快 这节课的内容是通过改进排序模型 来提升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 这节课内容讲完了 我来做个总结 这节课讲了五方面改进排序模型的技巧 首先是金牌模型 改进方向包括模型基座和多目标预估 模型基座的改进包括加宽加深 特征交叉 还有特征工程 多目标预估的改进包括增加新目标 MMOE 还有去除position bias 但这些方法并非都有效 需要做实验才知道 粗排模型的改进方向 包括用更好的模型结构 还有促进排一致性建模 现在很流行三塔模型这种结构 效果比多项量双塔模型要好 用户行为序列建模 对指标的提升非常大 现在工业界都是在沿着SIM的方向 做迪带升级 可以通过增加序列长度 改进物品的筛选方法来掌指标 在线学习也很流行 大厂都在用 在线学习对指标的提升巨大 但它有些缺点 会降低模型迪带升级的效率 最后我讲了老汤模型问题 推荐系统的排序模型都有这个困扰 老汤模型问题 让排序模型的升级变得很困难 需要特殊的技巧 才能解决老汤模型问题 我讲了几个技巧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节课的内容是提升 推荐系统的多样性 在召回和排序阶段 都有很多技巧 有很多技巧 感谢观看